差別是說呢 我們把剛剛這個邏輯改一下 那這個改法其實就我剛剛講這個圖 向上-5%不標準 向下-5% 這個是不標準 兩個不會重疊 所以不會重疊到就連擊 用偶爾 那可是我要判斷另外一個是 標準的部分是什麼 這兩個一定要交集 所以你用AND 這個用AND 那能不能做出來 可以 怎麼做 其實這個做法跟剛剛差不多 只是說呢中間這裡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判斷標準那一些 那哪一些是標準的AND 第一個條件是 什麼 增減體重百分比度或什麼 它小於 而且等於 5% 逗點 第二個是什麼呢 它大於 等於 負百分之5 這個邏輯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 5%以下 負百分之5以上 會有個交集 用AND 那這樣的話呢 表示什麼 它是標準的 所以這個底下的 觸跟false顛倒一下 把這個步 移到下面 用AND的邏輯是 判斷標準那一些 按確定 那你如果向下填滿 結果會一模一樣 有沒有發現 那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題 用AND用偶爾 其實都可以判分得出來 那只是說 你那個 思考的 方向不同 所以你會發現 有很多地方的工作邏輯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可能寫出來的公式呢 也會不一樣 那不是說你錯或我錯 其實都對 但是就是 邏輯 思考的方向不一樣 OK